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学为的是什么 现在已经清楚了 为了解决是怎么样 老 病 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老跟死要不要提出来谈 因为死掉了就不要谈了 还没有死的就是病了 那就是真正要解决的就是老跟病 那老跟病解决了自然命就可以拉长 死的问题就也解决了 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怎么样 疾病已衰老 以前这一篇叫做论火 那论火人家听了论苹果还是什么火 大家看了不懂 不能归音我要谈什么 但是我谈疾病已衰老 你们不会再误会我的意思了嘛 好 那你看从医学的图表到最后要解决的 不就是最后上面吗 疾病 疾病有分 上面有好 你们看一下啊 再复买一下 疾病有分 疾病有分 症状 就是症与状 那衰老就是异常 异常 异常有分什么 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不外就是这样 那这样已经说到我们现在 这一堂要谈的 这一堂要谈的 通过观察仪器检查出来的结果 身体的变化 它老是什么表现 老一定是异常形态 那疾病呢 我们刚刚讲就是症状 这样就表现出来 那所以你看哦 如果再进一步讲 身体的变化 排除症状 那这样的变化就是叫什么 衰老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排除症状就是衰老 那体表是这样 体内是不是也这样 也是这样嘛 体表会有老病的现象出现 体内也当然有 那你排除症状 那其他的变化就是属于什么 衰老 好 所以这样我们就很快 就可以把医学的迷思 一下子就划清 你看中医好不容易把所有的疾病 回到具体发生在症状 只有两个字叫症状 那西医难道他检查的这么多 我们不能做一个归类吗 当然有可以 不过就是老跟病嘛 那病一定是症状的 就是用中医来理解 就一定是症状 那排除症状的 就一定是怎么样 老嘛 好 所以这里通过观察仪器检查的结果 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 那组织受损算不算病 算 因为我们的症状的状 就是体表的什么 组织受损 那体内的组织受损算不算病 体表是 体内当然是啊 所以只要组织受损 毫无疑问 这个就是疾病嘛 那组织受损当然有很多 我们后面会念到 比如说脑溢血啊 胃粗血啊 肌腱断裂啊 骨折啊 这一系列气胸啊 都是啊 这照出来我们马上去看 这个就是病啊 这个毫无疑问 那他们检查出来的 还有异常指数与异常形态 这个异常是属症还是状 都不是 所以排除症状 那当然就是衰老 所以很显然 他们只有这三种 也就是你们现在去仪器检查 你们别想仪器人检查出什么 不外就是老跟病啊 简单讲我已经把它归类 就是老跟病 跟我们体表一样的变化 那病是什么 我也把它讲出来 它只能解决 只能观察出 组织受损 那至于症的体力虚弱 或症的不适感 这些它观察得出来吗 你不讲它一定不知道 你哪里痛 难道检查一下 就知道你哪里痛吗 不可能知道 那个症的不适感 仪器是观察不出来 所以它非常有极限性 跟中医的望文问切 或原始点的观察症状 三大诊疗方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知道 这里他们能观察 竟然是这么有限 那他们的异常形态 我们体表也可以观察出来 比如说法白面座 它有没有症跟状 都不是啊 所以这样的变化 当然就是老 那同样异常指数 它也不是症 也不是状 那就是老嘛 那同样异常形态 它也非症也非状 当然就是老 这样我们来看 原来西医三大检查 不坏就是老跟病 最简单的跟体表 我们的观察是一样 那再来不一样的是 我们的病就是症状 他们病 确保老也纳入 称为异常形态异常指数 然后包括组织受责 所以病与不病 混在一起 统统称为病 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照原始点的角度 这样去分析 很快就分出来了 那你所有的检查不坏就是 我三项 绝对逃离不了这三项 我是很笃定 就像我们所有的病 不可能逃出症跟状 我把它细分之后 你再怎么说 只要身体出现的 这些不适感种种 就是症状 好 那我都把它第一段 就已经讲清楚 那这里检查出来的 是果还是因 接下来就要注意了 老跟病是果还是因 果嘛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那所以说你有疾病去做检查 为了检查出疾病之因 那你一开始就走错路了 原来你检查出来的不是老 就是病 都熟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段 但不论疾病或衰老 其因皆有体伤 其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是果而非因 故不论西医 给予检查结果何种病情 病因病名 不过都是具果的不同特征 将加以分析定义命名 以含在果中 语音无色 好 也就是他们检查出来 不管是何种病情 病情也是他们分析的 跟你讲 然后他们说 这个是什么病因 那是他们的定义 他们说这个是什么病名 那是他们的命名 但这些都属果 语音无色 一句话就道歉 那所有的检查老病 其实第一段已经 把很多的道理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说给你们听了 但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如果听懂我下面就不用讲 你们拍照就是我不用讲 可以下课了是吧 但我不相信你们听得懂 所以我后面还必须 就是担心你们还是不懂 所以我开始啰哩啰嗦的 再把它展开来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变化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有疾病与衰老 必有症状与异常 症状与异常 是疾病与衰老 只具体表征 而疾病与衰老 则是所有症状与异常的抽象代名词 就疾病而言 不论其表现为症或状 历来的习惯都一概统称为症状 但两者常有不同的体伤来源 正因如此 原始点将症状再细分为症与状 其中症指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状指体表组织受损 因症状可感可见 所以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 按推原始痛点及外内热源 就可从果推阴 从阴治病 完全不需一气检查 就衰老而言 通过观察体表的种种变化 如果出现异常形态 如发白 秃头 面皱 老年斑 弯腰驼背 高低肩 长短腿 关节变形 它们既非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因此并非疾病而属衰老 好 这一段听下来听得懂吗 懂 简单的讲 中医它没有像原始点 分得那么细 还分症跟状 为什么要分 因为它症跟状的体伤位置 是不一定一样的 状必属患处体伤 但症向不适感 多属它处体伤 所以一定要分开 你才有办法掌握病的来源 才能够因病而针对它 去治疗它 所以分是必难的 但以前没有 我们的中医还没有分到这么细 症状就混淆着它 是这样来的 所以只要有病 就是具体发生的就是症状 那中医要解决的 就是症状 那抛开的症状 就是属异常形态 那这个就是属狼 所以这个是中医 还有原始点 大概一致的一些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都在这一段 也稍微做介绍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同理 体内的变化 与体表相同 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若要了解体内老病的变化 则需通过观察仪器 检查出来的影像及数据 因为影像可显示衰老的异常形态 及疾病的组织受损 数据可显示衰老的异常指数 此疾病就疾病而言 若体内有组织受损 如气胸 骨折 肌腱断裂 脑溢血 胃出血 溃疡 发炎 沾炎 显然 此与体表的状相同 且皆由患处体伤所导致 因此 并非衰老 而属疾病 但因其需要仪器检查 骨不能称为壮 就衰老而言 若体内有异于之前正常的形态与指数 原始点则一概统称为异常 并可分为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此两者既非正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及体力虚弱 也非壮的组织受损 因此并非疾病 而属衰老 总之 就诊断而言 不论是体表 还是体内 老病的分辨 皆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就治疗而言 医疗要解决的是疾病症状 而非衰老异常 好 这里稍微再跟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体表 我们长期都以症状为主 中医也是 所以不需要医器检查 但恰恰这两三百年出现了科技的进步 西医借助了这些科学医器 看到了体内 开始把体内界定了很多种说法 好 那我们也把它归类 不管你怎么看到 用仪器来帮助我们眼睛看到 那所能看到的 我说非常有限 正是看不到的 它只能看到壮 那壮能看到的是什么 组织受损 就是这些影像显现的组织受损 还有影像显现的 还有一种叫衰老的异常形态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数据 比如抽血啊 怎么样花音 那些数据 异常指数 那这里如果细分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影像显现的 可以显示老跟病 一个是组织受损 一个是怎么样 异常形态 但如果以数据来看 这些数据只能显现衰老 当然还有很多数据 我后面会列 我就不多说 简单的是这样的分法 好 那为什么还有一点 为什么西医检查出来 体内的组织受损 不能称为壮 因为它跟壮一样啊 会出血啊 对不对 然后也属患处体伤啊 所以跟壮没有什么两样啊 但为什么它不称壮 因为壮 不需要仪器检查 因为中医的症状也是 历来的时候称为症状 要不要仪器检查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它不需要 不就是称为症状 都不需要仪器检查 那如果说西医也称为状 那就等于默认的中医 那它干嘛又要用仪器 它就没有这个正当性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头部出血 它就说脑溢血 胃出血 它就说怎么样 胃出血 就是这样 然后胃溃疡 它就自己把这些部位 什么都说出来 但中医就是涵盖光 这个就是状 你不管这里流血 或是这里流血 都是状 对吧 所以如果称为状 就是涵盖同胞 但西医没有症状 他们不是 是检查出来 他们就说这个部位 所以如果西医也称为状 那就混淆了 那以后的症状 还有中医的问题就出现 那以后的中医的状 又包括体内了 那中医不需要包括体内了 它就能治疗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它可以从体表来推里面的阴 从果推阴 然后了解里面的情形 包括体伤跟热能不足 都可以推测出来 是不需要看到的 这一点跟西医 是接纳不同的思维 那所以西医检查出来 当然它不会称状 是他们不会这样称 那我们也不认为应该要混淆 因为如果它称为状 那以后中医就要一起检查了 因为它之前能看到的就是体表 那体内是不是也要检查一下 才能知道 那中医是不需要 原始点要不要 要 根本也不需要 所以从这样来看很显然嘛 即使体内有病 但是那个组织受伤不称重 但是我们承认它也是疾病 那西医讲的脑溢血未出血算不算疾病 当然我们也承认它是疾病 只是怎么处理 我们有我们的方法 后面会谈到 这个是一个概列的介绍 所以原始点很简单 从诊断来讲老病的分辨 怎么分辨 老病怎么分辨 取决于症状之有 有症状的叫做病 没有症状的叫做什么 衰老 身体的变化 就是不是疾病就是衰老 这样已经答案出来了 就诊断而已 那就治疗而言呢 医疗要治疗的是疾病还是衰老 因为医疗指的就是 很明显就是西医嘛 西医它为什么要检查 它是解决衰老吗 不是 它是为了检查出来 然后看帮你这个疾病 到底它是疾病之一 还是又检查出癌肿瘤 他又说这个是癌肿瘤本身 就是病 那可见西医的检查 是为了解决什么而来的 解决疾病嘛 一句话嘛 它不是为了解决衰老而来的 你们去医院检查 你们是为了解决衰老而去的吗 没有人是为衰老而去的嘛 去了就是为了解决什么 疾病而去的嘛 所以很显然 这里就要很严格的界定 医疗就是为了解决什么 疾病 而非衰老 那所以这里就矛盾了 他们检查出来既然体内又有老跟病 那医疗又要解决疾病 那很多不是他们治疗的范围 变成他们检查的范围 然后又给他一个病名了 那很多人就开始在这里迷惑了 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清症状跟异常 这一回是谈清楚了 那我们紧接着来介绍症状 症状 中医与原始点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为了理清症状的体伤位置 原始点将症状再细分为症与状 其中症的不适感 如疼痛 酸 麻 痒 胀 闷 刺 晕 口苦 灼热 潮热 下坠感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症的功能紊乱 如失眠 烦躁 食不下 气喘 多汗 流鼻涕 耳鸣 耳聋 耳流浓 口眼歪邪 咳嗽 呕吐 便秘 小便困难 白带 抽筋 板肌脂 或属他处体伤 或属患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力虚弱 显示热能严重不足 如行动迟缓无力 异常疲惫 瘫痪 肌肉萎缩 暴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高烧 腹泻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 多属 患处体伤所致 症的体伤位置分类 仅供参考 并不绝对 其准确位置 还必须 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使病症改善与否 才能确认为 他处 或患处 绝不能单凭感觉 或目视 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目视即可分辨 主要包括伤口 及皮肤病 如肿胀 破皮 出血 木赤 口疮 钉疮 褥疮 溃烂 烫伤 化学毒液 灼伤 青春痘 红疹 湿疹 寻麻疹 汗泡疹 牛皮症 异味性皮肤炎 属患处体伤所致 这里将症与状分开 即是为了指出 状消失后 症未必能解除 反之 症解除后 状也未必会消失 譬如肿痛 常见有肿消而痛未止 或痛止而肿未消的现象 此意味着果不生果 即症痛不生状肿 状肿亦不生症痛 究其原理 痛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肿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由此观之 症与状可由不同体伤所致 且两者皆属果 其间并无因果关系 好 这里一路这样把症状全部念完 看得懂啊 哦 太好了 连小孩子都看得懂 你们再说看不懂呢 就不好意思了 这个症状这样分类 确实会对操作者 就容易 马上就会有知道 哎 这个是应该用按推的 还是用外列热源 粗糊的就可以分辨出来 但详细的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经过按推才主确 那分为症这三类 尤其症的不适感 这个是以按推为主 因为多属多数体伤 那功能混乱举的那一些例子 有时候是患处体伤 有时候是他数体伤 但到功能混乱比较偏向 患处体伤的是多啦 但到了症的体力虚弱 就怎样 多属患处体伤 那你们最要紧的就是把症的 体力虚弱那个一定要备 那几个 只要这些症状出现喔 先不要按推 应该要先怎么样 内外热源 这个这样才安全 要不然他已经 热能都严重不足了 你再按推很可能就舒适 那中医几千年来 其实他目标在哪里 最主要如果解决疾病 就是症状 就是这两个字 那症状所有的精华怎么处理 其实从这一段 已经完全透露了 那症跟状彼此之间的关系 还有必要进一步厘清 为什么 因为他有可能同时出现 比如你脚踝扭伤 他有可能又肿又痛 那痛呢是属症的 那肿呢 壮 所以症状同时出现 它事实上是两个症状 如果以中医来看 那但是大家都误以为 这是一个什么症状 肿痛 那经过这样分类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快厘清了 那痛如果都属他数底下 你要解决脚踝的痛 要揉哪里 他数 他数在哪里 揉膝盖 揉臀部 对 脚踝的开关 还是臀部管 那揉了 哎 脚踝痛 就解决了 但是肿能不能因为揉而好 不可以 我们就以早上的案例来讲 有些人说 就是乳房爆开了 对不对 那烂掉了 爆开 那这时候揉他数会不会好 主持受的揉他数会不会好 不会啊 所以如果你说揉他数把它揉好了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这个道理 因为他数是解决症的不适感 不可能解决壮的患处体伤 这些所谓不可能的 患处体伤必然一定要揉哪里 患处啊 所以你们在揉 只要能够有这样的概念 你就知道我要解决 这个烂掉 肿痛 我一定要揉患处 那这样说来脚踝扭伤 红肿的时候 能不能按推 能不能 冷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那你认为不能揉的举手我看一下 已经都肿了不能揉的 好 其实大家应该早上应该听懂 大部分都说对了 真的有听进去 以前我们只是说温肤 现在除了温肤还要怎么样 按推换处 涂姜本铃直接按推 然后揉完它或许会更肿更痛 但是修复的怎么样 热眼进去之后它会更快 其实后面会讲到 按推换处它的作用 不是要把它揉削 或是把硬块揉掉 不是 它最主要的用力是在哪里 按推之后 帮助局部的组织器官 运作顺畅 帮助它吸收热源 来达到消肿的作用 所以这样看来很显然 它是要帮助热源 所以按推换处是 不能单独用的 一定是在 使用外热源的情况下 了解我的意思吗 它才能够配合使用 没有在单独揉按推换处 所以它是有条件的 那按推换处也只有 换处体箱才能这样处理 那现在更明确 也就是我们的处理方法 跟以前就有一点不一样 就在这里 那肿跟痛 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啊 一个是他助体箱引颈 一个是患助体箱 彼此之间怎么会果生果呢 说肿生痛或痛生肿呢 这是不可能没有这种道理 但如果没有原始点来看这一件事 很多医学就说那你肿当然会痛 这个是不对的 而且现在你们也应该清楚了 现在医学说扭伤急性红肿脏痛 是应该病呼还是热呼 温肤 哦 这个小弟弟都知道 哎呀 所以他太厉害了 以后绝对是一方之将 绝对是温肤啊 但是你看哦 现在的医学会不会因为我们一直这样说 他改变了 我已经讲了那么多年他们照样病呼 好吧 就让他们去玩吧 我们就继续温肤 效果早就答案就出来了嘛 是吧 所以这已经是很明确的 那种与痛之间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这当你头痛去 检查出一个异常 异常也是一个状的变化 对不对 那一个形状的 跟以前形状不大一样 那这个状怎么会跟症有彼此有什么 因果关系 那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当你头痛检查出一个脑流来 那显然这个彼此之间 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是其实已经埋下伏笔 就是准备怎么样 从症跟状 看出他们之间是不同 不同的果 那不同的果彼此之间 绝对没有因果关系 那体表跟体内也是这种 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埋下我们后面会谈到的异常 那正以状 阻力的方式不外就是这样 也就是状 必属患处体箱 也就是患处体箱都要用什么 内外瑞脸为主 然后以什么为辅 按推患处为辅 现在就是这样 那他处体箱就很简单 按推他处 也就是按推原型痛病 然后还要怎么样 温敷他处是吗 要不要分享他 要 这个等下等我讲到诊断与治疗 再跟你们说分明 到这里 已经不同我过去的讲法了 如果他处体箱要不要喝姜汤 好 现在要不要知道 要 好 我就直接给你们讲 不用喝姜汤 你看 你们开始就震荡了对不对 好 我也不跟你们说道理 现在你们就暂时听我了 他处体箱 按推他处 温敷他处 之后不需要喝姜汤 那患处体箱要不要喝姜汤 要 患处体箱 患处体箱大面积的多了 所以一定要喝 而且他是严重热能不足 所以补充这个是有道理的 好 这一点已经跟以前很大的不一样了 但是这里不谈治疗 我只是怎么样 把这个治疗的原则稍微告诉各位之后 因为中医的症状解决不外就是这几个 那我已经把它厘清了之后 后面再来谈诊断与治疗容易 这里只是把之间的因果关系谈清楚 了解吗 那到了治疗的时候强调 诊断与治疗 治疗的时候 他的大原则再进一步谈 那大家就可以完全厘清 好 到这里来应该都没问题 也就是中医的所有精华 几千年讲的书 不管讲的天花乱醉 或是怎么样哭 道理有多深多艰涩 我跟你讲 讲到最后就是要解决症状 医学就是解决症状为主 没有其他 那这样你就心里坦然 原来这两个症状 我这样几句话就把它倒进 你们觉得畅不畅快 还是觉得有一点遗憾 怎么医学这么短就结束了 所以真懂就这么短而已 这样已经就是 几乎中医的精华 比如中医的心靶都在里面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也有限 这样症状就讲了 唯一一点要各位注意的 就是正的体力虚弱 一定要被 比如疲倦 异常疲惫啊 面无光泽啊 行动持无法无力 这一系列下来 你只要遇到 一定要先 中东内外对人 一定记得不能先按推 那这个就可以避开怎么样 很多的危险 因为原始点 像你们很多都是没有医师牌照 我们做的要比 医师还要更加什么严谨 因为我们不能出事 所以这个一定要背 也就是症的体力虚弱 这几个症会出现的 好 那交代完了 你们好好回去就要落光了 好 该背的就要背了 好 该背的就要背了